第158集 这小子越来越大胆了 魏渊招呼许清安过来 指着对面的位置让他坐下 昨晚恒惠出现了 目标是兵不尚舒服 许清安收起戏谑的表情转为严肃 几位金螺 魏渊点点头 嗯 恒惠打伤的 昨晚衙门在兵部尚舒服和守服服上设了局 四名金螺再加上监政的三弟子杨千焕 五名四品高手都没留下恒惠 对于这个结局呢 许清安既震惊又不震惊 五位四品高手齐上阵是他没想到的 不震惊呢 则是觉得桑坡底下的风隐物 就该是这样的位阁 什么来路看清了吗 许清安问的是风隐物 本尊 将律中说是一只断手 果然 果然是那只古怪的手 许清安看向魏渊 魏公 这是几品 一只手便有此等实力 主人该是什么境界呢 至少二品 至少二品 但大概是一只一只手便是一只手便 但大概率是一只手便是一只手便 不可能是封印而不是灭杀 许清安猜测 那封印物到底什么来头 是不是与妖族有关 此事涉及一桩极大的隐秘 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 魏渊拒绝透露 一只断手一个强者牵扯了四天剑 皇室和佛门 还牵扯到五百年前的历史 律清安想着 扫了一眼金螺们 试图从他们眼里看出点端倪 金螺们不理睬小铜锣的观察 恒惠身上有屏蔽气息的法器 目前能肯定的是 他还没有出城 我今早已向陛下秉明情况 魏渊温和地说道 你继续查你的 许清安听懂了大宦官的暗示 并不上书人了 以保护的名义 软禁在府中 魏渊喝了一口茶 被指这就去调查 许清安是心领神会 魏渊提点 张尚书是二品大员 注意分寸 四品以上不使用旺气术 这是规矩 但你依旧可以带上术士 这是说 虽然术士的指控 无法当作证据 但可以为我提供参考啊 许清安抱拳 是 他看了一眼 满脸沮丧的金螺们 又扑了一声 赶在金螺们发怒前 退出了茶室 这个混账小子 越来越大胆了 江绿忠吐出一口 浊气愤闷地说道 哈哈 没这胆子 敢刀砍上级 用剑的金螺笑着 可惜便宜了杨彦 你也是不知道 那小子的资质是 魏渊看了眼 江绿忠打断 就你多嘴 江绿忠当即闭嘴 用剑的金螺眉头一扬追问 资质怎么样 什么评级 假 江绿忠故意笑了笑 但不回答 一脸你太天真的表情 恶意钓鱼 不是假 难道是假上 用剑的金螺猛地扭头 直勾勾地盯着魏渊 魏公 魏渊喝茶不语 主办姿态 让这位金螺愈发好奇 由此展开联想 假急资质的话 不至于瞒着我 难道真的是假上 不可能 假上的资质 几十年都没有过了 但他们的态度 不就正好 验证了这一点吗 如果是这样 我没理由不争取 铜锣许其安 看魏公的意思 隐瞒 恐怕就是为了 避免金螺之间 因为抢人起纷争 我可以暗中谋划 把人争取过来 年轻人看中的 不就是银子和女人吗 面谈的杨艳 主动说话 岔开话题 义父 陛下那边什么态度 魏渊揉了揉眉心 叹了口气 尽快找出横跪的下落 警察期间 就算是我 也招架不住海量的弹劾 四位金螺露出严肃的表情 魏公被逼的说这番话了 说明情况非常严峻 似乎也正常 先不说魏渊以宦官之身 执掌打羹人 与满超文武关系不睦 但凭凶徒 可以在内城横行杀人 从容而退 就足以引起百官的恐慌 我等一定竭尽全力 魏渊点了点头 别光嘴上说 近来朝堂留言 说衙门里 金螺一个顶一个的不中用 查案办事 全靠一个铜锣 义父对许千 愈发看重了 杨燕和南宫倩柔相视一眼 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心思 这件事一定要办好 早日救出横回 好在这种差事 许千安是做不了的 倒也不担心 小铜锣又蹦出来抢功了 许千安带着桑坡案团队 抵达兵部尚书府 两处金牌 下人通船后 他带着楚彩薇 李玉春三位银罗 以及六扇门总捕头 吕青 进了尚书府 尚书府的大门 周围的围墙 全部被摧毁 像是在搞拆迁一样 触目惊心 圣书府真是气派啊 进了府以后 吕青低声感慨 这一套宅子 怎么也得万两白银吧 李玉春的猜测 领头的下人 闻言嗤笑了一声 万两白银 没见过市面的土包子 万两白银也想买我们圣书府 唉 醋臂的武夫 徐秦安一脚踢在他屁股上 好好带路啊 狗奴才 吓人低着头 匆匆的加快脚步 说起狗奴才三个字 徐秦安便想起夜店小女王表表 不知道他今天 有没有挑衅怀庆公主 然后被后者吊着打呢 徐秦安在会客厅 见到了兵部尚书张凤 一个沉稳严肃的男人 头发花白 续着山羊须 坐在那里沉默不语 透露出久居高位的威严 徐秦安抱拳 见过尚书大人 张凤轻轻汗手 听宫里的公公说啊 徐大人办案神速 能力过人 不但桑坡案进展神速 还查出了平远博灭门案的真凶 尚书大人过誉了 徐秦安感觉对方话里有话 你是想问本官与那凶徒有何关联 竟被对方深夜寻仇上门吗 正是 徐秦安没想到对方如此配合 张尚书不带情绪的看了一眼 徐秦安忽然急言力色 排桌怒喝 本官也想知道 本官更想知道 平远博命案距禁已有时日 为何大耕人还没抓到行凶者 本官还想知道 为什么大耕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任歹徒行凶 一上来就给我下马威 徐秦安只好又抱拳 尚书大人息怒 张尚书收敛表情叹息 我今日虽没上朝 但也知道昨夜情况的后续 没想到五名高频武夫协力出手 仍旧没有拿下对方 反而是四位金螺受了伤 大耕人对朝廷忠心耿耿 本官自然看在眼里 可惜艰症并重 无法出手 害得我等担惊受怕 害得尔等疲于奔命啊 他表情有着上位者的严肃 语气却颇为温和 体谅下属 没来由的让人产生好感 这徐秦安竟对兵部尚书产生了些许好感 但是很快呢 他就回过味来了 开口先给我下马威敲打一番 下一刻态度反转 博取同情心和共鸣 并让人不知不觉产生被认同般的感激 玩政治能玩到二品的人确实都不简单呢 徐秦安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试探 平远博灭门案的真凶 与昨晚袭击尚书府的歹徒 是同一人 他是青龙寺的和尚 法号横惠 兵部尚书皱了皱眉 本官不失的此人 为何要业袭本官府邸 既是青龙寺的僧人 徐大人为何不去找青龙寺的人 而来本官府中呢 恒惠区区一个和尚 自然不值得尚书大人认识 不过一年多前他与女乡客私奔 从此有无音讯 那位女乡客是平阳郡主 平阳郡主 张凤勉露震惊之似 似乎不敢相信 平阳郡主竟是与人私奔的 许青安一直观察着他 想通过微表情来解析 对方的真实想法 但是失败了 完全没有破绽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 许青安打算转移目标 张义章公子可在 张凤派下人去请 不多时呢 顶着黑眼圈 气色极差的张义 来到了接待厅